出現入市訊號 應該買哪隻優質股 富昌證券 升級股評人 日日醒你選股貼士 還會教你食信大浪 做你自取微股 立刻下載富昌股亨通手機 App 開戶立本 華禁二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三點四五分這一節節目 今天又是ETF新常泰智環球互聯網 CROSS電子遊戲編 ETF的特別節目 當然在我身邊有日興資產管理的葉子健 Joe 你好 你好 好高興你又上來跟我們聊天 開始正題之前我們又看過市 恆生指數今天真的很悶 在市場上開始很刺激 意外地 因為上星期五的時候美股三大指數跌 導致跌超過200點 今早我們竟然可以高開200 不過你知道大市仍是很關心今天多少確診 第四波如何爆發 所以呢 高開200點之後 都給一些本地的 比如好像友邦 甚至乎澳門股 很多都跌半成 拖累了 不過亦都不見它跌 曾經大部分時間都是紅的 不過紅來紅去都是幾十點 現時美股就有13分鐘 暫時都可以微升 不過真的不是甚麼升幅 只有三點 成交1384億 亦都不算多 今天如果你說一個主題的話 就是本地的經濟可能憂慮疫情 同時間 於是乎人們憧憬摘經濟 帶動了少許的科技股氣氛 當然亦都有小米出業績 另外其中一個因素說要憧憬 就是因為今天 恆生科技指數 即港版納資有期貨 好多人都這樣看 專門問 租點看 不過呢 今天我們想打頭震 因為過去我們很多時 講到日興資產管理 有些朋友兒子都很喜歡問 就說ETF的成交量 和流通量之間 我們應該怎樣去理解呢 今天我們想在收市之前 還是交易時段的時候 就利用圖表 正式和大家看盤路 不如真正解釋一下 Joe交時間給你了 3072日興環球聯網ETF為例 這樣叫多流通量 還是少流通量呢 簡單地教大家 因為炒股票 買賣股票的基本技巧 很多人可能都不為意 但因為股票多少價錢 我們很喜歡看所謂現價的部分 即是你現在在畫面左邊 144.7 但其實很多人沒有為意到 如果你真正買賣股票 你要成交到盤 其實就應該要看買入價和賣出價 即是說 如果 我們已經講過很多次了 買賣ETF 最緊要不是看他有沒有成交量 或是成交的額 最緊要看他有沒有流通量 流通量就是看什麼呢 就是看他買入和賣出那邊 他現在擺出來的買入價 和賣出價是多少錢 還有 在買盤 賣盤 即是說 現在在 畫面右手邊那裏 你會看到 買款和賣盤 分別有一些號碼 這些是我們所謂的經紀編號 不同的經紀編號 就代表不同的證券商 去擺出來的一些 買賣的盤 或者買賣的價錢 其實 這個是實況 現在的收市 你就看到 每一隻 幸好我之前也提及 每一隻 在交易所的要求下 最少要有一個 所謂的莊家 提供買賣的報價 以3072為例 我們暫時來說 現在有兩個莊家 如果你認經紀編號 其實你看到的 6836 和6034 沒錯 這兩個 就是3072 或者我們另一隻 日興 資產管理的電子遊戲 主動型ETF 那個莊家 所以如果你說 見不到其他投資者也好 基本上在交易時間裏面 正常的情況下 你都會看到這兩個莊家 擺出買賣盤 即是說 如果你這一刻 現在 立刻想買的話 其實你見到 在賣出價 145.3.5 這個位 其實已經有沽盤 賣出來 你當然可以直接 去買 反過來 你說我買了 我怕沽不到 其實也不用擔心 正常情況下 你見到 在現在這個情況 你見到 買入價 買盤 144.7 其實已經有 買盤 承接 當然 你說 Size 幾大 你看看中間 少少 你見到 買入 那邊 現在有8000股 賣出那邊 有5000股 相信 對於一般投資者來說 這個數量都幾足夠 所以今天就趁這個機會 跟大家 看一看 用股票機 去看一看 即時實況 知道 流通量 怎麼看 當然 我之前也有提過 如果你說 我沒有這些即時報價的軟件怎麼辦 其實 部份的一些 即是看現時報價 或者免費看到報價的網站 其實 他都會有顯示 那個買入價 賣出價的資料 你見到那兩個價錢 起碼你就知道 市場上有人買牌 當然 你說是不是莊家的開價 或者那個Size 幾多 一般免費的 軟件 或網站 就未必看到 不過最基本 又是回到那樣東西 給大家一個 所謂的信心 大家知道一件事 在交易所上市的所有 ETF 和 共甲銀行產品 在交易所的要求下 必須有樓價 在正常的情況下 都要提供報價 即是大家不用擔心 我會不會買不到 或者買了之後 會沽不到 好 我補充 幫你按計算機 現在 沽盤145-3.5 5000股 相當於72萬港幣 8000股 即是 更多一格 就有116萬左右的貨 就像阿周說的 散戶 如果你真的想買的話 端股都夠買的 還有你知道 這些ETF 長渣分駐做 最好 應該這個額 都夠 而且你買完之後 它又會排出來 這個就是 Flow Traders 你們的 Market Maker 同時間 我又按了一個數 服務大家 這兩個數目 就是0.4%的 買賣的差價 所謂的 Beat ask 的 散戶 所以 都是符合 Joe 你說 平時 你們規矩的散戶 是多少 百分點之內 如果我們這隻 B 組的ETF 最多只可以是 百分之一 當然 你看到 我們的壯家 做得更好 沒錯 所以大家就放心 記住 雖然現在 Joe 經常跟我們說 成交量和流通量是不同的 成交量 確實 現在是未曾有人做的 不過 如果你要做的話 你不需要看別人有沒有買 最重要 想買的話 自己夠買 想沽的話 亦都自己夠沽 現在 看得非常清晰 好客觀 計算了數 好了 看完這些流通量和成交量的解說之後 當然 要講講今天的比較重要的議題 就是今天 恆生科技指數 就是有期貨 這個就是剛剛今天開始 這個科技指數 順便報報給大家聽 現在是8072點 最高是8100齊頭 是開市價 亦都很接近日中的day high 暫時叫高開 喊了喊了喊 不過真的不多 有期貨之後 你怎麼看呢 是不是 今天有些人說 就說 今天很多科技股都升上去了 就說是因為有期貨之後 就有需求 有人追貨 是不是這樣看的 我就覺得這個 眾說紛雲 如果你說正式學術研究 應該都沒有人說出來 是不是一定會升 因為其實嚴格來說 期貨的特色就是 可以買升可以買跌 可能有人拿期貨來做淡 也不可以 不過有一件事 我覺得可以都挺肯定的 就是 如果 隨著恆生科技指數的期貨推出 其實恆生科技指數的成份股的成交 和可能相關ETF的成交 某程度 都會有一個 可能顯著上升的情況 因為最簡單的事就是 多了一個期貨之後 對於一些專業的投資者 或者所謂的一些大行 可以拿來做套凳也好 或者做 不同的交易策略的可能性 或者可能性就高了 變成 從而就推升了可能相關的一些成交 但你說推升了成交 代不代表股價 或者股價 一定性 這個難說 可否這樣說 波動性會大一點 某程度上可以這樣說 因為如果你說 始終 科技指數裏面30隻成份股 當然有一些很大的股票 但同時間裏面有些股票 可能相對的流通量 都未必是那麼高 如果你說 整個指數來看 或者如果 如果當中的一些套凳 或者一些交易策略多了人做 可能會令到當中一些成交量 或者叫做流通量低的股份 那個波動性會高 順帶多一提 很多人都說 有了期指 可能會有期權 有期權 也有人說 會有恆生科技指數 相關於窩倫 牛紅症推出 會不會是這件事 可以令到指數升 我自己都曾經做過 很多年窩倫牛紅症的工作 可以略略告訴大家 大家聽到那個運作是怎樣 很多人都以為 有相關窩倫 牛紅症推出 代表 發行商要先去買貨 其實 正常情況下 不是 正常來說 對沖的方法 是要發行人 真的賣了窩倫 或者牛紅症出街 他才要做相關的對沖 當然 現在有一看升 有一看跌 對沖不是一定要買的 可能是沽 當然會否可能 大行有自己的看法 所謂自己做POPTRADING 買好貨 沽好貨 可能會有這個可能 不過 其實量來講 未必很大 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 現在的銀行 都受到很多監管 風險管理的部門 其實都看得家的部門很跟 不可以無端端的 買一些貨 做POPTRADING 做得太大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如果真的 憧憬有相關的產品推出 會不會真的看到市場上 特別很多人去買相關的貨 可能都未必會發生 大家都儘管留意一下 因為 所說的這些牛熊call put 很快就會發行 如果是這樣的話 又會不會像恆生指數那樣 將來有些 牛熊的重倉區 讓我們看著來打 還是看著來買 可以儘管留意一下 可以順便看 今天如果報一報 科技指數裏頭 幾個權重的股份 不過表現是各異 原來騰訊沒有得升 美市的時候跌1.5 即1.5 跌0.1 1.8 左近 丟了微跌 阿里 就升4.5 小米 升7.8 比亞迪 升8.6 如果看 科技指數的話 過往我們經常都說 亦都做了一些 貴檢 指數貴檢 我都知道 你都準備了一些 比較 給我們 去講解一下 沒錯 簡單來說 有很多人去問我 聽到3072 環球互聯網ETF 是否科技指數 或者聯合科技指數 有甚麼分別 趁這一節差不多結束 很快講了 輕輕講少少 兩個分別 首先 3072 入興環球互聯網ETF 目標就是 追蹤 全世界流通市值 最大的 30隻 互聯網股票 相反 恒指科技指數 是追蹤甚麼 追蹤在香港 上市30隻 最大的 科技股 所以你聽到兩個分別 第一 3072其實 是環球 不單止在香港上市 基本上在美國上市 或其他成熟市場 上市股票 我們都會考慮 最重要是 流通市值 夠大 第二 我們是集中在 互聯網股份 即是說 不只是科技股 互聯網股份 很簡單 會剔除了 做其他業務 可能做硬件的 譬如說 小米、蘋果 都已經不會在這裏 科技指數相反 總之恒生指數公司 定義了是科技股 都會有機會放在這裏 當然 你說兩隻 指數 或者我們3072 和恒生科技指數 有沒有成分股 是重疊的 其實有的 譬如說 騰訊 阿里巴巴 京東 網易 其實 都會在這兩隻指數 出現 不過 其實他們佔的比重不同 我想下一節 可以多一點 好 再一次鞏固大家 稍後我們當然會有詳細的 一個比較 比重 但是 當大家經常都心想 因為現在市場上 真的越來越多 在ETF市場 很成熟 有恒生科技指數 的ETF 也有 槓桿反向 亦都有 現在 叫做日興資產管理 環球聯網的ETF 聽起來都是科網 但其實 有很大的分別 因為我們 那個叫做 科技指數入面 賣個關子 科技指數入面 最大是什麼 但是 你知道 硬件軟件都有 信譽小迷都有 但原來 他們的ETF3072 是沒有的 他們那個最大的持股又是什麼呢 這個稍後記住聽 現在 進入了4點 經加時段 恒生指數暫時都還可以維持到28點 升幅 去到 26,480點 我們去到廣告 稍後 真的聽一下 究竟如果 持股是有同有不同的時候 怎樣去選擇 稍後我們去廣告再見 先收起來 這麼棒的東西 回到節目的時間 剛才賣關子說到 有同有不同的科技指數ETF 以及他們的3072 環球聯網ETF 不如真的開個表出來 看看何謂和哪些不同 好 其實在這個表裏看到 做了少許功課 左手邊 藍色那裏就是3072的持股 截至 11月19日 即是上星期四 其實嚴格來說 我們公司每天都會在我們的網站 公佈 持股的情況 即是說 你如果真的想看著最新的情況 每天上我們那個公司網站 已經會找到一個 檔案 會有這個數 當然 這個就整理出來 更容易看 右邊綠色的就是恒生科技指數 成分股的比重 就是在恒生指數公司找出來的 上星期五新鮮滾熱辣的數據 好了 大家都是 一看著這裏 可能已經看到 我描述了一些 某幾個股票 那幾個股票 其實就是 3072和恒生科技指數 都有持有的一些股票 就像剛才提及過 分別是騰訊 阿里巴巴 京東 和網易 當然有少許分別 恒生科技指數 同樣說 會追蹤香港上市的股票 但是 我們3072來說 投資的範圍 除了港股之外 可以在美股或其他成熟市場 當中有幾個股票 是阿里巴巴 京東 和網易 我們都是投資ADR那邊的股票 不是投資香港上市那邊 當然 以公司來說 當然他們的價錢 可能有丁丁的分別 但是 以公司來說 基本上是同一間公司 所以分別不達 好了 第一件事可能大家最留意到 原來在恒生科技指數裏 如果你說 我真的比較喜歡騰訊阿里巴巴的話 其實原來佔比重相對低一點 原來不是第一 是的 這個數字都是我特意去做這個功課 我都有少許 好像Steven你的反應 不是第一 得不特指都不是第二 是第三 所以如果你說 你比較喜歡騰訊阿里巴巴 京東的話 其實你看到在3072的比重高一點 譬如上星期四的數據為例 騰訊其實佔我們3072的比重 大概10.5% 阿里巴巴的分別是8.85% 京東是3.9% 網易都是1.7% 如果再講另一隻中概股 數到低一點 即是第21位的1.39% 反過來 你見到恒生科技指數 其實最大比重的那兩隻 都不是3072的 又或者這樣說 不是一些互聯網的股份 所以在這裏 給大家 最簡單明白 如果你真是比較集中 在整個科技板塊裏面 我特別有興趣 或者有心 是互聯網行業的 即是我不想看那些硬件 或者看一些 其他科技類股票 其實3072 就更加集中 更加 這裏切合你的目的 是呀 其實 比我講句公道說話 老實說 我覺得你的ETF 是挺正的 真是適合 大眾 尤其是 當然 現在 你繼續買的時候 因為看了長遠的增長 他們全部業績都很亮麗 確實是適宜 分注去中長線持有 尤其是 有時 當市調整的時候 當你不知道 究竟要撩什麼 你看一看 現在這個表上 其實你買的是 一些很國際性 當然包括中國 以至中港 的一些企業 無論是在美國上市 ADR 但都是那些 中港企業 以及以外 就有很多你認識的 所有大名 包括 所說的 當然 F 過往美股 我們很多時候 就說F A A N G 但就不包括Apple 因為Apple是硬的 你會看到 Alphabet Google Facebook Netflix 這些全部都有在裏面 還有是TOP 5 而你再去看一看那邊 其實 信譽 真的是 完全是不同的 一個組合 硬件很多 你很快已經排到聯想 那些 甚至乎 瑞星 你知道瑞星 真的挺弱的 甚至乎很多 一些 中興 那些某程度 都是很硬的 你即刻見到 已經是 即 你後那些 其實老實 大家都 網絡 是 知道 不是真的 那麼大型的 科企 如果在全球 裏面說 在香港上市 沒得好說 就是 你 我經常都批評 就是 當之前 連恒騰網絡 都要可以 入到 你想想 這個 是多小 科技股 香港 所以 這邊 三連七二 藍色 左手邊 真是 全部都是一些 國際性的 科企 荒芒 軟的東西 所以 我自己的看法 不單止適合中長線 去部署 甚至乎 當你有時 我經常幻想一刻 如果下一次 股災 你很想 因為你始終都是 罵新經濟 這個 我們星期六都說過 這個 不是人類的 將來 是人類的 現在 和將來 假使你真是 大罵底 的時候 其實你 看看這一堆 你就會知道 完全吸引 科技指數 沒錯 因為 除了我們 剛才說過 在香港上市 中概股份 你看到 3072 最大那幾隻 持股裏面 有中概股 亦有很多 國際性股票 例如 第二排位 就是AlphaBak 第三就是Facebook 第四就是Netflix 然後數到第六就是 亞馬遜 第七是Pindor 第八是Sortify 這也是一個 網購概念股 第九是京東 第十 可能大家 少聽這間公司 這間公司 其實在美國上市 不過 是一間 阿根廷的公司 其實某程度 都是在做電商 網購的 一些 題材 或者一些業務 所以你會見到 其實 行業的分類 3072和恒生科技指數 有很不同 第二就是 其實入得去 3072的投資組合裏面 基本上全部都是大公司 因為 原則是很簡單的 看流通市值最大 不是只是市值 有些 股票可能被某些大股東拿著 不放出來的 不算 真是市場可以買賣到的 流通的市值 是全世界最大的30隻 所以 在一定程度上 說那間公司的風險管理 那間公司的管治 那間公司的業務狀況 其實也有一定程度的保證 我記得 在星期六 我們的 webinar 現在財經台 不是所有朋友 當日都有聽 不過 有些重點 其實都可以 highlight出來 是益下街坊的 那天 你也有提到 當日我就選了 中港概念 香港 number 我覺得 騰訊和 京東 都很有潛質 因為 他們的業績 長期的增長 仍然在 那天 你也有提到 兩隻股份 其中一隻是不是 Sopify 沒錯 另一隻是 Snap Snap 很快先說了 第12位 2.17%左右 Snap很簡單 我會說新經濟 不僅是我們用Facebook 用Twitter 那麼簡單 可能真是再年輕一輩的人 或者未來的20年 可能Snap的增長會更加快 當然這是很多分析員 去看好Snap 的分析員 其中一個原因 第2隻 就是Snap Snap Snap 可能 所謂叫做 他做的生意比較 是B2B 即是說 如果我們 成為一個消費者 我們去買 去上網買東西的話 我們未必會意到他的存在 但可能不驚不覺 你在光顧的電商 或者網購平台 可能他在用後面的技術 或者用後面的服務 就是Sopify 去供應 Sopify 簡單來說 就是 去提供一個平台 或者一個系統 給一些小商戶 去做網購 或者提供網購生意的 一個系統 基本上 其實現在市場佔有率 都不小 其實你看他 可以佔到我們3072 第8的比重 簡化說是全世界第8大流動市值的股票 所以 我自己都會多點留意股份的未來 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 網購的東西 以前可能我們覺得 是某幾個大平台 會去做網購 好像以前 Ebay 很久 慢慢就 阿里巴巴 現在已經 越來越多的平台 亦都發展到 可能你自己現在都在做的 不如我自己都開個網店出來 買一下東西 所以變成 去賣或者去提供一些幫人開網店服務的一些公司的前景 其實都 頗值得 是的 所以 這些股份 除非你真的 逐隻去 透過美股戶口 越洋去買 否則 作為一個組合 鋁頭 3072 ETF 就遠勝過科技指數 ETF 已經包羅萬有 包了這些 這麼大的 美國企業 我見到YouTube上的朋友 有位朋友 就很關注你 3072 剛才 我都聽到一句 你說是 B類 B類的 ETF 什麼叫B類 企我仔問你 好 在今年6月初 香港交易所 就有一點點進化 或者完善了 ETF的開界要求 現在來講 其實 香港上市的所有ETF 和槓桿反應產品 都會被分為 A、B 或是C 三類 簡單來說 A類的ETF 開價的要求 是最高的 即是 買賣差價的要求 最窄 開出來的 Size 以錢計 就會最大 B 是最多ETF 而 C 相對少 C 可能要求 會相對鬆動 所以 以B組 大部份 ETF 都被列入為B組 B組的要求 是交易所要求 第一 就是 買賣差價 不可以 高於1% 這個買賣差價 不是在市場上看到的 是每一個 莊家自己開出來 即是說 如果有幾個莊家一起開 我們不會 跟牌來看 自己一定要開最少 1% 甚至更窄 第二 Size 要求 莊家自己要開出來的 買賣款規模 要相等於20萬港幣 或者更多 這個就是要求 當然 回到我用的例子 307 200 3091 很多時候 莊家開出來的買賣差價 都會 比這個要求更好 開出來的Size 亦比這個要求 多一點 所以 這件事都可以讓大家知道 在加上要求下 對大家已經有一定程度的保障 不同的ETF 在莊家的開價 相信可能會給流通量更加好 重新回一次 剛才我們都看過 有數得計 3072的ETF 剛才 買賣差價 是0.4個百分點 1個百分點之內 收到很窄 而且 你要買的話 剛才最少7、80萬 甚至乎 11萬 可以提供給你 可以買到的金額 現時 再一次提醒大家 因為ETF 沒有競價 所以 他們market maker 通常都會收回 那些牌 所以現在 不能作準 為何我們剛才 在開市時段 趁 開市的時候 給大家看盤路 就是這個原因 最後 都解答 WinWin 他說 3772 多少錢買 這個我給意見 都是因為 剛才所說 真是一連串 好正的 裏裏外外 中外的 科網股 就不只是硬件科技 因為根本不包括硬件科技 科網類型的股份 他們 全球最大 流通量的30隻 所以 我覺得 真是適宜 中長線 分階段 去部署 很多時候教大家一個竅門 我們經常說 月供股票 月供基金 都是一個 Dollar cost averaging 平均成本法 你舉個例 每個月 或者你喜歡每季 還是怎樣 投入同一個金額 變成 高的時候買少些 低的時候撈多些 整體 當你在一個 long run 你一定 都會 很好 好好肉食 好了 今天 再多謝阿周 你和我們分享 那麼多 恆生指數 26486點 剛才 輕輕多了幾點 升 34點 1520億 成交 我們 下星期一 再和阿周你見面 好 下星期見 今天我們的節目 是那麼多 明早9點15分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